冷呼呼的比赛之后在国内打得火热的是UBA大专篮球联赛 在八场负赛的第二天 其中醒吴跟明道这两支球队呢都不想要吞下连败 所以两队正面交锋的结果来看到的是 明道最后以81比74赢球 也让醒吴晋级四强的希望出现了问号 八场在第一场都输球了醒吴学院和明道大学 23号晚间正面对决 一开赛醒吴攻势凶猛 一个漂亮的两人搭配 不但放进这一球还赚到加拔的机会 醒吴在一开赛就连得13分 反观明道则是打了两分多钟 才靠着这个切入打破鸭蛋 不过原本看起来一面倒的战况 竟然就在这个BOGO之后出现变化 明道连锥带赶 不但缩小两队差距 更靠着这一季三分球 反倒取得17比15的领先 杂出气势的明道手感越来越好 一下子就有着两位数领先优势 不过连续两届比赛都打进四强的醒吴 也不是省油灯 这个精彩的妙传助攻 帮助醒吴再把比分差距缩小到各位数 然而醒吴的反扑似乎都无法一鼓作气 第二节后半段比数又被明道拉开 半场打完 明道有着42比32 十分领先 进入第三节 落后的醒吴加紧反攻脚步 这一节他们打出了20比15的比数 追到52比57只差5分而已 一度看到了追平的希望 不过关键的第四节 明道再度展现旺盛的得分火力 很快的取得两位数领先 虽然醒吴并没有放弃比赛 接连三分球得手 尤其徐清风第四节 一个人就标进了四季三分球 但已经时不我语 最后明道以81比74赢球 八强赛战绩变成了一胜一败 至于醒吴输球之后 突一下二连败 晋级四强的希望出现音域 委员体育新闻综合报导